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课在台大听说开了13年 而且一票难求 这个传奇中有一个主角 他从2008年美国回台大教书 那他第一年就获选优良教师 2010年他接下台大MOOC 就是大规模线上开发课程的执行长 然后推广线上教学 那终于在2013年 他与台大一起登入 由史丹佛教授设立的叫Cocera线上课程平台 同年他还引领了翻转教育的风潮 呼吁大家要把课堂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 哇 他的资历实在是好长 2014年他成为台大第一位向学校申请创业的教授 设立新创软体公司邦宁优 研发了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打游戏的系统 这套系统击败400多个团队 获得全球第一届教学创新大奖冠军 但这样好像还不够 2015年他号召了一群乐学教师 创办BTS无界淀 无界淀 无界淀 是之前TVBS给我们采访的时候 把它讲成无界淀 从此以后就很多人讲无界淀 其实无界淀 好 这段就留着 然后秉持着by the student for the student of the student 以学生为本位出发的体制外实验教育机构 那2016年他更是获得总统创新奖 我们欢迎刚刚纠正我们的叶秉承教授 Benson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叶教授终于卸下了邦尼又CEO一职 在一月中归建台大 重新回到校园 心情怎么样 我觉得在过去这六年跟台大申请流失停轻 在业界当时CEO的工作 那这六年其实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学习 就是说因为 以前从小到大代都是念书都很顺利 然后念到博士找工作也蛮顺利的 然后在学校教书 你根本就人生胜利组 我看你那个我做功课 这个人怎么这样 其实我觉得胜不胜利 每个人对胜利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其实是开始创业之后 你才发现到说 其实过去这经验 其实有多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你今天 可能以前在学校教书 你教的认真 然后学生也觉得你教不错 觉得respect你 或是说整个社会 可能对老师 对教授还有蛮respect 可是等你开始创业之后 你发现说你去跟人家募资 或是你去跟客户谈生意的时候 那你是教授 台大教授 台大教授有个屁用 投资人最在乎的时候 我投资你 到底你能不能帮我们获利 那客户他在乎的时候 那你产品到底好不好 那这个其实是 其实就是我过去出去 这个创业这六七年 我觉得对我最深刻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 你本来可能在学校里面 人家可能学生 或是别人把你当somebody 可是你出来外面创业之后 你根本是nobody 那你怎么样能够 很快的把自己reset成nobody 就人家把你当nobody 可是如果你还自己 自以为自己是somebody 自我国就这样 你生意根本不会成 人家也不会投资你 所以你怎么样去reset 你自己说 把自己reset成nobody 然后重新去试着说服人家 说这个人做的东西很不错 他可能真的是个somebody 这个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 因为说实在 人生到四十几岁 当你失业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其实可能大家看到你也都还 做的如果不错 那都对你还蛮尊敬的 你到四十几岁 还有机会 让你的人生再重新reset一次 变成nobody 很刺激 我觉得很刺激 那个真的是你其实很难有这样的体验 所以我觉得这六年 你说回到学校 我觉得就是当初离开学校去公司 跟现在从公司这六年结束下来 我觉得哇 你会发现说自己真的是 在很多的面包 很多的任性 或是面对失败的这个经验 然后整个就我觉得是学到很多 学到很多 教学跟说服人募资 这个两块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转变心境上 感觉又更进一步的 我觉得募资也是一个 当然就是说从创业 创业之后 我就presentation 当然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 因为你教学的时候是 虽然我们还是认为师生是平等 但是从知识传递来讲 你还是从由你传给他 还是有一个上下之分 上下游之分 所以学生也有他必须修你这课的必要 因为他去必修课或是什么课 他一定得跟你学 所以他通常都还算有动力听的 可是募资就不一样 募资你就人家有钱 我钱可以去哪边花 为什么一定要投资你们 所以你募资简报 有时候反而是比较有点像 就有点像你是比较在下面去 希望是说服上面的人投资你 所以这个主客意味 这种是大概也是我在创业这几年 我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去 而且特别是台湾 在募资要成功是很困难 台湾因为过去投资人 其实都普遍的比较保守 不是稳赚的生意 他们其实都不是敢那么容易投 所以过去这六七年来 我募资简报 我募资了几百场 几百场 那真的成功的就是三十场 成功三十场 所以这是很常见 就是募资简报 你讲一百场 看有没有一两场 还能够去谈下去 两点 第一点 我觉得这中间听起来 好多故事 每个东西好像都有一点可以发展 之间 然后第二点就是 你现在一下把我的仿刚全部都打坏 我应该怎么问 好 我们先来问一下 就是我们先讲好老师的部分好了 就是一个好老师 一定要在自己的学习过程里面 有一些体悟嘛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你自己其实哇 念书不错 我觉得应该不是讲念书不错 而是说我觉得 很会应付考试 然后 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个价值观歪掉的地方 就是说你说 虽然你说好像很顺利 就一路说念 念到建宗台大或什么 但是其实我心里都知道 就是说我只要应付考试 然后其实我整个价值观是歪掉了 因为我在这个求学过程当中 就会觉得 我唯一念书的动力就是 考试赢人家 可以得到这个就是大人的肯定 或是老师的肯定 那这是不对的 就是到了有一天 我其实到了有一天发现 比如说你去念研究所 去念博士 你根本也不 根本念博士 哪有什么谁在赢谁 谁在考试考也没有 然后反而就会发现 你找不到动力 所以这整个过程 他就说 从别人的角度说 有人会说是人生生理 不是 从我来看是 但是很早就让我的价值观坏掉 就是我在超过高中的时候 我就已经对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好奇心了 我看到新的东西 没碰过的东西 我第一个心里面的想法 不是好奇心想把它弄懂 不是 我第一个想法是 好烦 又多了一个不懂的 我好不容易把这几个科目的成绩 都顾得好好 现在又要再多花时间 去搞懂这个东西 好累 那其实你很聪明 而且很早熟 其实我本来是想知道说 你知道要应付考试 要会应付考试这件事情 其实很不容易 你要知道 我能够把东西背起来 去应付考试 然后让考试考得很好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 你自己有这个天赋 但是这种天赋没有什么 我要讲的是说 很会考试 这是天赋吗 有这个天赋 其实我自己在看 其实我其实在台大 也看过不少这样的学生 其实也不是有台大 我觉得很多种 你那种乐会考试的 乐会念素的小孩 其实某种程度 他其实也是背负了一种诅咒 诅咒 这么严重 他的选择很少 你以为他选择很多 不是 就是因为他很会应付考试 很会应付 他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有不错的成绩 他反而不知道 他自己要的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有选择困难 那你就说 这个有选择怎么办 没有就是这样子 他根本不知道 他真的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其实很会考试的人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我觉得他是一种诅咒 你可能找不到 你真正的热情是什么 老师对这一块的感想很多 所以其实我在外面 也看了一些你的报道 或是一些你曾经的演讲 我就真的是一直很好奇 就是说是教育环境吗 还是学习环境会让你 那个时候就这么快 就是能够进入状况 我刚刚其实不应该用 天赋两个字 我应该是要讲的是说 教育应该其实都是从 我们的家庭环境 或是我们的教育环境里面 去学到这个教育的态度 那这个有影响到你吗 我记得有一次 邓会文医师 有一次我看到 那好几年前 有一次我看到邓会文医师 节目里面 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说如果你家的小孩 考第一名 或是去外面拆下笔 再拿金牌回家 你当爸爸妈妈要非常注意 你不要就去夸奖 他说你考第一名好棒 你拿金牌好棒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就给孩子一个错误的 久而久之 他就养成一个价值观 他认为说 我就是得考第一名 才会被肯定 我就是要拿到第一名 金牌我才会有掌声 那你这个时候 就导致孩子 会有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就开始只追求第一名 跟金牌 那反而 邓医师他讲 他说如果你的小孩 换一个方式 你鼓励他 不是因为他拿第一名 去鼓励他 他说 这个事情你没有做过 你居然会愿意去试 好棒喔 这东西这么难 你就敢去做 好棒喔 这小孩子就养成一个价值观 说只要我去做难的事情 或是我去做新的没做过的事情 这会被肯定 你就会比较养成一个 比较有那种开创性性格的 这种孩子 他比较敢去尝试 他没做过 他比较敢去挑战难的东西 我觉得 我的成长的过程 因为我在教授宿舍 我就住在教授宿舍 你说教授宿舍就是很常 就是这个家长们 就是会说 就难免都会 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宿舍 都念同一个小学 难免都会比 你说哪个小孩子成绩成 我觉得这是 为什么我会想要改变 我们现在的教育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种 因为成绩 而被肯定的 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 那我刚才讲过 我在高中 大学 那段期间是 我完全找不到好奇心 我对这个 而且那个是一个 非常痛苦的世界 就是你知道你的 18岁到22岁 这是你人生的黄金时光 但是因为你对这世界 找不到你任何好奇 你也不知道你真的 你也找不到任何热情 然后你就看到你那个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掉 然后我就要老了 你知道那个 那种焦虑 那种彷徨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我觉得因为你台北人 然后你 我觉得都市的竞争 它可能会更强一点 小时候我爸也说要考 我也是90分 没有90分 一分一下 你知道吗 然后可是呢 我就像考了前三名 我考满分 我爸也跟我讲 那是你应该的 所以没有像你这样 还被夸奖 很棒棒这样子 但是那个价值观 也是不对的 就是说 什么叫做 那是你考第一三 前三名是应该的 没有什么应不应该的 所以我后来就考 最后一名给他看 他就不跟我讲话 那这样 现在你对小朋友的教育的话 这个部分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 因为这些 以前的经历 特别去注意哪一块 完全不看他成绩 完全不看他成绩 就你考试成绩什么 我根本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你 那时间你到底有没有花在你 真的 就是说 很多东西是要学会就好了 你说 为什么一定要100分 98分 有时候听说 有时候听亲戚朋友说 他小孩数学考98分 还是被修理 我说为什么要修理 他说两分是初心 我就让他知道 初心是不应该的 你知道 我觉得那是很荒谬 就是你就是把小孩子 就会搞成是一个胆小慎为的 那78分呢 OK啊 你如果看你懂就OK 昨天我女儿自然考78分 我老公在跟你讲 刚刚讲一样话 你怎么可以这么初心 看完 你看他考78分 然后头好痛 我就想说 让爸爸处理 你说小学数学成绩100分 长大就变人才吗 荒谬 我不觉得 小学数有成100分 不代表你长大就会是人才 那老师你讲一个 大概 因为我们父母亲 看不到老师的教学状况 那他大概在成绩 我们看到只能是数字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够不担心 比如说今天 大家都在那个中位数字上 或是中位数附近 假设他突然有一天 这个东西 他数字不漂亮了 我们要不要担心 根本不用担心 为什么 我觉得你真的要担心的是 你家的小孩 有没有在未来的这个世界 能够存活下来的能力 OK 那我觉得很多爸妈 自己都在职场上看 你都在职场上 那哪些能力重要 你都知道 比如说有时候 大家会抱怨说 什么那个年轻人 没有定力 什么事情交给他 他都熬不下去 动不动就想放弃 这重要不重要 这个很多事情 我说什么事情交代给他 他也都 这个就好蛮 学得很慢 不会也不会去问 很多事情 讲话也讲不清楚 这些能力都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台湾爸妈 都不在乎这种事情 你自己的小孩 讲话讲得清不清楚 你不在乎 只在乎自然科 考90分考100分 就是很多 这个才是最荒谬的一件事情 我再举个例子 我一直在跟我们大学生 还有跟很多家长 也在谈一件事情 我说 其实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特别是 变化这么剧烈的时代 这个牛津大学的论文 2013年论文分析 全世界702种工作 他们的论文的结论是 接下来20年 有47%的工作会消失 而且这是在 阿发购打败人类之前 阿发购是在2016年 打败人类 是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后 三年后 所以阿发购打败人类之后 全世界都投入更大量资源 资金在发展AI 人工智慧技术 17%是只会往上不会往下 也是全世界 接下来20年 会有一半以上的工作 两个工作又一个会消失 全世界的交易 包括OECD 这些伊卡巴国家 还有台湾的108科刚 都在谈同样的事情 就是说 如果接下来世界 不要这么剧烈 我们要怎么去交易 下一代的孩子 去面对这个世界 108科刚在讲的就是 最后他的目标 就是要培养我们台湾的小孩 变成终身学习者 全世界的国家的教育 过去这个时间 也都是在朝 怎么训练自己的下一代孩子 变成有自主学习能力的人 因为当这个世界变化很剧烈 你问我说 10年后什么东西 什么技术会当红 没有人可以回答你 你说 那我怎么让我的小孩 我确定我们的小孩 能够有竞争力 很简单 他如果有自主学习能力的话 到时候什么东西当红 他都靠自己学会他 靠自己掌握他 他永远都会跑在前面 其实可是我觉得 这个教育的层面 我真的必须要讲说 因为其实我如果 没有当父母亲 我不会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 受的教育就是那样子 那我当了父母亲之后 你看我们 我女儿的小学的 一二年级老师 还不错 人蛮好的 那三四年级这个老师 他是怎么样 他纠错是线有没有 数学题 线没有画质 错扣分 然后考试卷回家 爸爸妈妈忘了签名 给你扣10分 我不知道 我单单问题是这样 扣就可扣 扣这分又怎么样 你知道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举个例子 像我刚才提到 像我家小儿子 有一次 那时候他年纪还蛮小 因为像我太太就很在乎 他们有没有 9点10点就是上床睡觉 我太太在乎 他有没有准时睡觉 那可是像那个 有一次我太太回娘家 只剩下我跟两个儿子 在台北 然后我就忙我的事情 忙到11点多 我发现 我们这小儿子还没睡 我说你怎么还没睡 他说因为他们学校老师养了一只猫 他很喜欢那只猫 所以他想做一张照片 特别的照片送给老师 什么照片 他说他想做一只猫很大 像猫吉拉 要吃人的照片 然后我说 那你要怎么做 他说他有去查到有个软体叫Photoshop 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Photoshop 他说好Photoshop给做这个 他在看网站 在看怎么装Photoshop 怎么做这个事情 我说好你去弄 然后后来我就去忙我的事情 忙到三点多 怎么还没睡 我说三点多你还没睡 他说你看我那个照片已经做了 我又看他做出一张还蛮不错的 那个去背 然后弄的都 看不出什么痕迹 做得还蛮不错 他说他还要弄 我说你去弄 继续弄 我不管 你知道大部分的爸妈就不会这样子 大部分的爸妈就说 你几点了 你还没在睡 你弄这只猫在干什么 在浪费时间 这个在干什么 你不睡觉 明天要期末考 你还搞这个 比如说 可是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刚才讲 我们学习 学习可以分成两种学习 一种叫做structured learning 就是有系统的 有结构的学习 就是学校老师在教 就是按课本有结构这样教你 这叫有结构的学习 structured learning 另外一种学习叫unstructured learning 就是你对这个东西你不了解 但是也没有人有一个系统 比如说区块链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也不知道区块链是什么 那这些 现在在区块链上面 有些做得很成功的这些年 一些我认识的年纪 都是很早 区块链刚出来的时候 全台湾大也不知道干什么 他们就去网路上找资料 东找一些资料 西找一些 美国都找 然后慢慢建构出 他的知识体系 然后他就 他就因为比别人 更早弄懂这个事情 他就多了很多的机会 那现在 每个都赚了非常多钱 所以我就说unstructured learning 这件事情是台湾的小孩 现在最欠缺的 从小到大都是老师教 补习班教 根本都没有到 自己unstructured去学东西 如果是我的case 我会看到 他可以靠自己 photoshop这个软体 第一个他可以找到photoshop这个东西 第二个他可以自己去学 怎么去学会用photoshop 他可以做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这个比他数学 我们考一百分更重要 他这个能力 反正他后来就是 有些东西他有兴趣 比如他有一段时间 对政治很有兴趣 一天到晚在看 走在那天 在路上 他跟我太太 妈你看那个游书会 我太太说游书会是谁 我就很厉害 台北市议员 他就讲那个谁 谁谁 都讲一些也不是很有名的市议员 但是他都知道 所以他如果以后要重振你 OK的 也OK 我的point是说 他其实花很多时间去建构 他对政治的知识体系 他曾经也对航空公司很有兴趣 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航空公司 全世界航空公司 这些logo 张国伟的故事 张国伟变成他的偶像 他对航空业的知识体系也建立起来 所以他在每一次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那对我来讲 你说十年后 这世界变化很剧烈的话 这种小孩我会不会感觉不会啊 我就看到他 unstructured learning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其实一般我们小学堂这样的地方 其实就是让大家学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鼓励大家去接触一些不同的 他们喜欢的 有兴趣的吗 所以回过头来就是 回到你刚才前面的问题 那从爸爸妈妈的角度来看 我们自己在业界 现在在职场上 什么东西不会的 有人教我们吗 没有啊 都是unstructured learning 那unstructured learning 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我没有看到一个爸妈 在小学街道 有在在乎小孩 有没有unstructured learning 为什么 甚至爸爸妈妈是阻碍孩子 做unstructured learning 每次小孩子在有什么东西 有兴趣 在那边网路上 或在平板那边看看 去读书啦 看这个这么浪费时间 这个没有用的 你去明天就月考 先把数学读好再说 其实就把他打断啊 比如说像我刚才那个 我说我家儿子 那时候在那个photo笑 他从吃完晚餐 弄到半夜两三点 七八个小时 然后可是很多的小孩 如果做这事情 爸妈就把他打断 他家去念书 家去睡觉 然后长大以后 我们才在那边抱怨说 年轻人这个定性都不够 做一些事情都熬不下去 他小时候真的熬得下去 是谁在打断他的 都是爸妈在打断的 所以我回过头来就是说 爸爸妈妈应该从职场上 自己在职场上 看到这些事情 你在职场上 什么能力最重要 反应的能力 你应该要反过来 看你的小孩 有没有这个 如果你的小孩 在那些事情上都有进步 或者是那些能力都有 他讲话讲得蛮不错的 他带人接吻很好 他对自己很有好奇心 他自己收集资料 知识体系的能力蛮不错 我就放心了 那数学考78分 自然科考78分 谁在乎 老师说没签名扣分 要去扣啊 小学扣分又怎么样 了不起哦 好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叫做翻转访钢 我先来讲 你猜我 我老公看到这个 而且他还在那个联络部 老师还在联络部上面挑错字 他很生气 那你猜我的反应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写了七页 洋洋杀杀七页 我跟老师讲说 以前的老师是怎么样 那现在老师怎么样 现在目前我们遇到状况 是怎么样 那老师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 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好玩 其实也不在肩防纲里面 小时候我们有被强迫着 要去学习什么 或是说有一个被压迫的 那种感觉的 我们特别会去反抗那个体制 可是你看像小学 他们可能就是希望 我们不能说这个是好或不好 他们可能就是乖乖的 去接受这个体制 他们可能反而长大 像我老公 他也不喜欢补习教育什么的 然后他受的那个教育的体系 因为我新竹人他台北人 他在这边受到比较好的 可是他就会 他说他很讨厌这样 但他就会 反而是变成是一个 一直盯女儿 你去念书 你去干嘛 我就说 搞不好就算了 没关系他不喜欢的就算了 我就说也不一定要 就是怎么样 就像你刚刚讲的 所以我其实觉得 这个很有趣 这个跟整个 那个社会大环境给我们 我们那个时代的记忆 其实是很有关的 我想就是说 像若然你自己也在公司里面 也看过很多当过主管 我们现在业界 你说一个年轻人 只有这四个条件 我觉得他在职长 他可以做得非常好 都可以发展得很好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他对这个事情 有好奇心 他很多东西不会 但是有好奇心 他很想把他搞懂 很想把他学会 有这个夸理 我觉得很重要 第一个是什么 他做事情很细心 做事情 有做事情 你做事情很细心 不会出皮 第三个是什么 会会看人脈絮 他会看人眼色 他会换位思考 对不对 第四个 就是诚信正直 做人要诚信 有好奇心 做事细心 会察言观色 这个会诚信正直 这事情 这四个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这个任何一个年轻人 只要有这四个夸理 在公司里面 即使从一个小弟开始做起 我认为他都可以 在职业上 中年人也可以吧 中年人这四个条件 中年人也可以 没有错 所以大家一直 我现在想说 可是大家常常为了 要让自己的小孩 赢在18岁 去牺牲掉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你现在查言观色 没有了 你只要把书读好就好 其他事情都不要管 你那个小孩子 我们现在很多孩子 已经被养到 他可能学校隔壁 那个同学 发烧烧到40度 他根本都不知道 同学快死掉 他都不知道 反正他只把眼前输读 已经被教成 对人无感了 根本没有查言观色 没有换位思考的能力 然后你说 有没有好奇心 没有 先不鼓励好奇心 你有什么很有兴趣 你想要去探索 没有 那个跟考试无关 你不要搞那个 先把书读好 再说 好奇心都没了 现在小孩到高中以后 还有好奇心 已经很困难了 真的 所以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你会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或很多的孩子 他已经对这个世界 没有动力了 你问他要什么 他说不知道 随便 或是说他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接受指令这样子 只有指令这是一个问题 他已经没有自己的想法 再来我觉得最可怕 就是没有动力 他没有想去追求 什么东西的动力 这件事情才是最可怕 你对这世界 已经没有热情了 从小就都在压抑自己 你说有哪个小孩子 小的时候就喜欢补习的 当然有时间 但希望我可以玩 可以去干什么 但是为什么 大家都在压抑自己 压抑自己 就算你考到台大要怎么样了 所以台大的很多学生 现在看到的是之前 心理方面都很辛苦 好 我回去马上把我女儿的书都丢掉 我认为孩子能够快乐的长大 对这世界有好奇心 然后你训练他做事情细心 然后他会察言观色 会懂能够换位思考 然后诚信正直 有这四条 小孩子诚信再烂都没关系 我认为是真的 好 我们今天就不要照着这个来吧 我们今天就那个 那我就要问你啦 素养 素养这件事情 以前我在做论坛 看很多老师在提这样素养 很多很多很多 我就在搞 我就想说是不是又多了一个新的考试科目 还是怎么样 就是觉得说有这么多名词 那素养到底是什么 其实素养的时候 台湾在谈的是素养 其实我觉得他的概念其实是蛮好 他的意思是说 运用知识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能力跟态度 我就举个例子 很多人听到素养 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能力跟态度 我举个例子又像开车一样 比如说你今天 如果说爸爸妈妈在开车的时候 小朋友在旁边偷看 看久以后 他就知道开车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钥匙要先怎么样 排档要先弄到低 他看久他有开车知识 但是开车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 不会 因为他只有开车的知识 他没有开车的能力 所以要等到18岁 他去报驾训班 练习开车 考上驾照 他能不能开车 他有开车能力 但是还没办法开车上路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台北市那个车子的摩托车很多 很可怕 他没有开车上路的态度 所以他可能还要在 有人陪他练车上路了几个月下来 他有人这个自信 有这个态度 开车这件事情 在真实世界才会发生 所以你必须要有知识 能力跟态度 三者都有 你才有开车的素养 OK 那我们现在台湾过去的教育是什么问题 台湾过去的教育是什么问题 台湾过去的教育是说 在乎考试嘛 然后这些考试都是考课本的知识 OK 所以你现在考的就变成是 台湾过去很多孩子是 比如说像你这个大学 你给他一个数学证明 你现在要去证 他可能会证 可是你给他一个用 很简单的数学 就可以解决的真实世界问题 可能很多人就当机当案那边了 也就是大家不会运用学到的知识 去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 这是台湾过去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教育 教出一群很有知识 但是不大会用这个知识 解决真实世界问题 那你这个知识 就只是用来考试用的而已 我们用生活例子来举 因为你刚刚讲开车的感触最深 因为我老公说他去上驾训班 其实教练都不理他 因为他平常看他父亲开车 就是他去了驾训班 其实他就摸一摸摸摸就会了 那我前几年 就是终于想要去面对开车这件事情 我走进去驾训班 那个教练就把车丢给我说 啊你就自己练一点 我说教练 我不会 他说 怎么有人不会开车 啊你没有看过别人开车吗 我说 有但是我不会 然后他第一天教了我什么 45度直角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角 听不懂 然后听不懂 第二天 他就说 你自己开一开 我怎么不敢 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 然后我就开车 他在旁边拿着荔枝给我吃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那个教练 我这样没有办法开车 他说 开车吃荔枝怎么 没有办法做 你没有看过人家开车吃荔枝吗 然后我就停在路中间 后来说 你自己开啊 他就下车了 然后我就卡在那里 开不回去了 我的车就卡 后来我没有再去第三次了 你要讲的素养 其实就是一个 在生活里面的应变能力 包括对 不只是学习开车 对很多事情 你看到了 你知道这个是在干嘛 你可能不见得会做 但是你就是把这个东西 记在心里面 对不对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很好 有应变能力 因为这个世界 你会有 包括我们在执掌上 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 都是以前没遇过的 或是突然有一个变化 那你到底能不能应变 你知道你碰到一个 真实世界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其实是运用了很多的知识 但是然后帮助你去应变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那保险师跳电你可以修吗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就是一个 这个你讲没错 就是说这种应变能力 我认为它就是一种素养 那我们过去的教育 其实根本没有 不在乎这个事情 我们甚至以前 考试数学题 我们以前的考试题目 都数理题目 根本都是很不素养 举个例子 以前我们考试的题目 是这样 就是题目给你三个条件 就三个条件 一定都会用到 聪明一点的学生 如果解题目 只用到两个条件 他就知道自己算错 因为题目给我三个条件 我就一定三个条件 都应该会被用到 可是真实世界的问题 会这个样子 真实世界 当我们在面对 真实世界问题的时候 会不会你需要三个条件 就刚刚好 你观察到 就三个条件 不会 真实世界问题是 你会观察到很多资讯 有的有用 有的没有用 有的是垃圾资讯 你必须要有能力 再从这么多资讯里面 去筛选出 或是甚至没有办法 用筛选用试的 去试出 只有哪几个资讯有用 然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才是真实世界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说 现在台湾108课刚刚上路的时候 现在很多考试题目都很长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在文章 在题目里面 给你很多的资讯 有的有用 有的没有用 然后你只要去判断 哪些资讯是有用的 哪些资讯没有用的 只截取出有用的资讯来统整 然后经过思考 又回答题目 这就是现在台湾考试 现在的一种 我认为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变革 它开始考验你的 是你的能力 你运用知识的能力 然后筛选资讯的能力 那这些能力 有建立起来的话 对未来它在执掌上 或在这个出社会之后 这些能力都很重要 可是那衔接的学生 他们 比如说他们本来 就是受这样子 系统教育下来 他突然衔接这样子 这几代的学生 他不就是很可怜 或是说他不是是有一个 会有个反应不过来的时间吗 这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不应该这么说 其实以教育部的 这一次的课纲上路 或是整个考试的改革来讲 他算第一届考 第一届108课纲考试 还是111年 就今年要考 可是他从107年 就开始出这种新的题目跟题型 给学校给学生 就给学生考 就是107年的大考 学测这些 就已经有出现新题型了 部分比例 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 他不是等到111年才全面 整个题目大改变 107年108年109年 那个比重是 新的这种题型是比重逐年提升的 所以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 只是过去在谈的时候 可能家长也不在乎 或是说 有的老师 不是所有的老师 有的老师不在乎 所以到后来 现在发现 真的是全面要上路的时候 才开始在讲说 这个都 没有啊 前面有配套 前面好几年前就开始了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教育改革 它其实是很多方要一起去学习的 包括老师 包括家长 包括学生 其实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 整体的环节 但我觉得这个经济形态的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苛责家长 因为大家是 台湾现在社会 现在是双心家庭 大家其实都是很辛苦 在 比如说在台北 你现在要在台北 要能够 要有一个有品质的生活 大家也都要很辛苦 那双心家庭 那大家都忙得半死 所以爸爸妈妈 其实现在 其实很多时候就养成一个心态 就是说 那我就是付费 我花钱找人照顾我 或者说在教学 我就找专家 反正我就花钱 至少就买个 我就安心了 可是偏偏是 大家搞不清楚一个状况 是 很多时候 专家不是补习班 因为我们在谈这种新的课纲 的这种进行 这种改革 我自己 之前补教协 我也找我去演讲过 我发现他们其实很多 对这个完全不了解 可是 但是整个社会当中 爸爸妈妈最在乎的是 一个安心 所以这过程当中 觉得说 反正 我就把小孩交个 最有名的补习班 最有名的什么 我最 好像很不错的安心班 我自己就安心了 可是你可能 就因为这样子 你没有掌握到 整个变革的趋势 大家觉得说 反正 补习班应该会搞得定吧 安心班应该会搞得定 但是他没有发现 他说 当这个变革 是真的从一个本质上 一个大的改变的时候 其实 所以做生意的 其实他不见得能够跟得上 教育这件事情 老师讲得很流畅 因为可是你讲 曾经讲过说 你对于沟通什么什么的 这些东西 有障碍 我很想知道 在说话这一块 就是 在你出国念书之前 你跟同学也是讲话 这么流畅吗 没有 我沟通没有障碍 我刚才讲说 我其实是说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我对我来讲 没有必要 我其实还不想要讲话 对我来讲 要去 跟人家讲话 或者说要 维系一个关系 对我来讲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对 所以我跟同学 跟朋友 当然我可以很自在的讲话 但对我来讲 就对陌生人 干什么 就要 对我来讲 去approach他们 这对我来讲是一件 很累的事情 所以你要跟你 比如说要在你身边出现多久 或是你大概才会觉得他可以跟你 你跟他很轻松的沟通 上几堂课这样子 一段时间 有一次我在访问邓慧文医师的时候 他一看就觉得说 我是个内向的人 我知道那个是你跟那个导演 邓跟Kurt 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发现说 他有来上过节目第二集 对 那他在邓医师的时候 他的观察是我 因为我跟Kurt 两个人去再访问邓慧文医师 然后他就邓医师 他说 因为我中间有聊到说 我是个内向的人 他说对 他说他有看出来 因为他就跟他说 我在访谈前面开始 他就 他看我也没有特别去跟他打招呼 他其实也跟他一样 他以前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有时候去 什么样的节目 他可能也不会特别去跟他打招呼 就是觉得打到世界 就是跟这个人也不是很熟 就不好意思讲话或是什么 可是有时候你就有人就以为 你耍大牌 或者要干什么 但是其实不是 就是我其实是很 对我来讲 要维持跟别人这种友善的一个关系 然后要去 让人家不会误会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或是干什么 对我来讲是很累的 对那但是 你问我说 我可以 有些事情是让你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 那个是要花 心里面要再花很多能量的 但因为这几年 我选择的路是 我们要改变台湾社会对教育的看法 那你为了这个mission 那你当然就得跟更多的人去接触 那这没办法 这是你选择的一场战役 你选择一场battle 那你就是得付出一些你的代价 你的代价是你本来可能做真实 所以我现在的状况是 即便我们今天可能是第一次见面 对第一次见面 我还是可以跟你讲的很多 对 你训练好了 其实感觉出来你的那个反应机制其实很 是很立即 而且其实你有一套模式可能都还没思考过问题 对不对 或是说你没有去答那个问题 哪个问题 你说 比如说在问你的 问你A 你刚刚有没有发现我们在问A的时候你都跑到这里 然后问到B的时候你跑到这里 你跑到C的时候 跑到那里 我也是很内向的人 我跟他们讲我是很内向的人 他们大家都不相信 我知道你也是跟我一样努力讨生活 我第一集到现在 我可以这样跟你反应 我第一集的时候是结巴的 然后讲不出话来的 然后我访那个克特那一集 就是他知道我 就是说我跟他讲说怎么办 我好紧张 我好紧张 他跟我讲说 没关系我很会讲 你就不用讲 我会在旁边讲 所以你是以前都写文字稿比较多 所以你不要面对 我也不喜欢 因为就 不是不喜欢 就是我会觉得 我要硬去跟人家讲话这件事情 我要讲什么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然后人家不见得想跟我讲话 万一人家不想跟我讲话 万一他等一下 我会想很多 那我就会觉得 如果人家没有跟我讲话 我不会主动去跟人家讲话 那偏偏我做的行业是新闻行业 所以你要一开始就见到一个人 马上可以跟他讲话 我觉得对我有障碍 OK 对 所以对我来说 我比较不是这个样子 对我来说 我从小到小就说 要讲话 要讲得精彩 我OK 我都OK 只是就是 这个不是我本性上 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你在推 Push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受到最大的 我们说他会比较不能接受的是哪一方 是老师还是家长还是 台湾体制有蛮多老师 其实现在对教育看法是很进步的 那种很积极的想要做改变的 我觉得大概有百分之二十的老师 但你不见得每个老师都是改革派 我觉得百分之二十已经很多了 但也会有大概 可能有一个三分之一的老师是 就是我觉得任何组织都一样 你会有一群很积极做改变的人 那你有一个majority的一群人在中间 然后也有一群就是 当然也会有那种白烂的人 OK 我觉得老师也是一样 跟任何工作都一样 那我自己来看说 那种很积极愿意做改变的老师 我大约大概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左右 然后这种中间的这群人 虽然他可能不是那种很积极的领导 大家做改变 但是有好的改变 他也愿意接受 当然也是有一些白烂的人 可是我每次像 因为这就是从在七八年前 我就开始跟很多老师演讲 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说 因为最主要是我在大学 我那时候发现说 我在大学才很努力的 就去改变大学的思维 有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 因为很多孩子的想法思考模式 中小学就定型 所以我是七八年前 那时候才决定说 我觉得说告诉自己说 如果这样的话 我要改变台湾的教育 不能只在大学 我们必须去中小学 去帮助更多老师 让他们在教学上 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教学上可以再做一些改变 或是做一些这些新的事情 所以我才开始去中小学到处 到目前为止这七年 讲了超过七百场演讲 去跟中小学老师 演讲分享 可是我在前几年 大概最一开始那两三年演讲 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时候常演讲完 其实很多老师有被打动 但是演讲完也常有老师 留下来跟我讲 说一老师 我很认同你说的 我也很努力的 在为我的班上学生 在做一些教学的创新 可是他说 可是我每次只要做什么创新 那天晚上就会有家长 打电话去1999投诉 然后为什么投诉 因为很多的家长 他对教育的认知 还是在二三十年前 他自己当学生的时代的 对教育的认知 他看不懂 现在进步老师在做什么 有的看不懂 那他可能还会想去问一下 有的看不懂 是直接就投诉 如果投诉 像那个老师 常跟我讲说 像他们运气比较不好 遇到那种没有在支持 他们的主任或校长 甚至有时候会 主任或校长 要求他去跟家长道歉 你就正常教 你冲这个有的 没的是要冲什么 然后老师就觉得很屈辱 他觉得说 我花这么多时间 在为我班上的孩子 设计这么好的教学 你们不但不感激 你们甚至还要逼我 去跟那些不懂这件事情 乱投诉的家长道歉 然后老师就说 我眼前 他们就讲到哭 之前也有另外一个case 是有一个老师 他跟我讲说 他隔壁班的 他也被投诉 投诉什么 家长就说 我们班的 我们孩子的老师 根本都不在乎孩子的学习状况 隔壁班 每天都在考测验券 我们这个老师的班 都没有在考 都没有在考测验券搞什么 那个老师就很气 他说考测验券是最偷懒的 我只要考测验券 我就不用上课 如果你们要考测验券 好 我每天都考测验券 后来谁在吃亏 就是孩子 后来每天都考测验券 老师根本就没有在 也不愿意再花多什么时间 好好的去 特别再去设计什么教学 反正你们这些家长 就只在乎测验券 老师其实我觉得 这有两个东西 你讲这个我很有感触 你有想过 每个家长 其实心中也有个小孩 他们也是学生吗 所以呢 他们是不是也需要了解 或是说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大概在 八年前 从2014年开始 2014年1月开始 我那时候其实都是 对台湾的老师做演讲 所以到处去跟老师们演讲 我们也让很多老师 开始对教育 有些新的想法 但是我在第二年 两三年后 我就开始调整了 因为那时候 我们开始讲了很多之后 台湾也开始出现 很多很棒的老师 去做演讲跟分享 那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比较喜欢找 我觉得说 如果也有很多老师 可以跟老师演讲的话 那我觉得我应该去 我想要做事 只有我可以做事 那我那时候就发现说 看起来台湾另外一个 很大的问题是家长 对教育的认知 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 那我们必须改变 家长对教育的看法 所以我在从大概2017年左右 我就开始都是 开始重点放在对家长演讲 因为我觉得 当台湾的老师 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该做事 就是要改变更多家长 对教育的看法 那让这些在学校 在做的老师 能够有被支持到 所以我常常跟家长讲 就是说家长 现在很多中小学的孩子 班上都有line的社群 我常常跟家长讲说 你今天就是绝对不要 反正在line社群 看到有那种家长 无理的家长 看不懂是教学在干嘛 在那抱怨老师的时候 你一定要出来 帮忙捍卫老师 如果你认为老师 做的事情是好的 你就是要出来讲话 因为你不讲话 你就让那些少数人 去霸凌老师 到这个老师就说 好你们要考测语券 我就每天要考测语券 那明明你有个好老师 愿意为你孩子 设计好的教学 就因为这个样子 他接下来什么事情 都不愿意做 他吃亏还是你小孩 这是我刚刚讲的 要讲的第二点 第一个是每个家长 都心中有个小孩 也是一个学生 那第二点 我觉得是家长跟老师 要沟通 要互动 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现在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发现 这也是每个老师的选择 我不觉得所有的老师 他是不愿意去讲解 他的教学方式 像我觉得我女儿的 一二年级的老师 就非常棒 他会告诉我们 我们第一堂 我女儿要上课前 他会跟我们讲 他是用什么样方式教学 我们就觉得 这个老师很值得 我们信任 其实我这两年 都没有曾经去跟老师 讲过 老师你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老师很不错 那另外一个 他就是完全不沟通 他就是公布栏 发布 你们就去这样做 可是有的东西 看不懂 我都看不懂 我小朋友 他才要升三三年级 那他也不会 那变成说 变相回来的 就是处罚的那种模式 那我就会觉得 我不能接受 所以我刚跟你讲 我回那七眼里面说 老师我觉得 这样下去沟通 会有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是需要 是不是见面 沟通 或是你开个家长会 或是现账会议 我觉得让大家了解 你的教学方式 因为我们不认识你 不了解你 那我也要了解 你的教学方式 可是老师不愿意 老师就说 有什么我跟你沟通就好 不需要大家一起沟通 其实我跟你讲 在冰到三死 非一日之寒 其实我觉得公立学校的老师 其实也很可以 就像我刚才讲 我们不知道这个老师 以前有受过什么伤 比如说如果像 我刚才讲那些case 那些老师被投诉 还被校长主任要求 去跟这些家长道歉 无理的投诉 还要去道歉 那像这老师 只要遇过这样一次的事情以后 他对家长的看法是怎么样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吵神 然后特别是 你说为什么他不想 在多数人的面前去谈 你刚才谈 他觉得可以跟你一对一谈 他OK 他最怕的就是 如果有家长带风向 然后所有的家长一起压迫他 那这个其实是他 他最害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 从老师的角度去想 因为台湾老师过去 其实也 大家其实也很常被投诉 真的很常被投诉 然后老师其实压力真的很大 所以他其实看到家长 有问题 有问题 他第一个想法 就马上 只要有过这样的经验的老师 他马上就进入防卫状态 对 防卫状态的时候 那很多的 他只是要 他现在的想法只是 我怎么要确保自己不会 落入那种 要被 要写活过的事物 要跟人家道歉的 那个 一样 各行各业都一样 你医生也是有防御性医疗 老师也是 类似这种防御性的 教学 或防御性的沟通 没办法 你这个社会 当大家都是很民粹 什么事情动不动就要投诉的时候 那当然就会 发展出这种防御的模式 这个 大家已经缺乏了对彼此的信任了 所以你从教育这么多年 我们来做一个ending 就是你从教育这么多年 你一开始就是 教学生的时候 觉得学生 他们可能比较缺乏主动性 你会想要从学生这一块做起 到后来你去跟老师演讲 到后来你跟家长演讲 那到现在 你觉得这整个教育 如果要改革 要先从哪一块做起 体制 组织 还是老师 还是学生 还是家长 还是哪一块 我觉得是家长 说实在 很多孩子 在教育上的状况 都还是家长的选择 所造成的结果 我觉得只要大家 放过自己的小孩 我说实在 只要你的小孩 快快乐乐的长大 其实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 你知道 很多孩子压抑了 他的所有的 这个 七情六欲 或是他的这些 然后你从那么小 我真的觉得 像我前一阵子也是说 想说 因为我发现很多高中生 对教育的看法也是 不是很正确 所以我想说 有机会跟一些高中生 我也是有一个社群 跟他们可能每个月定期 会跟他们一起聊聊 我后来发现 很难约时间 他们也很想跟我聊 可是很难约时间 为什么 我们每次都 我们每次都只能约 礼拜五晚上十点 为什么 十点啊 因为礼拜六 礼拜天要补习 平日要补习 到回到家 也是九点半 九点半才能回家 唯一能够 我们能够 大家可以聊的 谁就只有 礼拜五晚上十点 我就觉得 这个社会实在很荒谬 这个 把孩子逼到这种样子 那你说 到底是谁在逼的 你如果爸妈 你心情放得开 就我常在讲 就是说 台湾的孩子 现在最大问题 是没有动力 如果有动力的小孩 他就算你说 他不是什么 名门大学毕业 我觉得他都可以 都可以混得好 然后我之前 遇到一个case 是北部的某个 国立大学的 这个资讯工程系的学生 他考上台湾电机研究所 然后要找老师 当指导教授 说问我说 可以跟我谈一下 我说好 然后他就来跟我谈 然后他就自我介绍 就说他大学四年 修过什么课 然后做过什么小组专题 做过什么小组专题 做过这个小组专题 然后他在介绍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很诡异 他就一直在强调说 老师那个程式 小组专题程式是我写 老师另外那个小组专题 程式都给我写 我说等一下 你不是资讯工程系的学生吗 你同学应该都会写程式 你看我一直跟我强调 程式都是你写 他说老师真的 程式都我写 我同学刚刚做PowerPoint 你比较衰美是都刚好跟奥咖 烂咖同一组吗 还是怎么样 他说跟老师报告 我们系上有六七成的同学 在大二大三的时候 我就已经确定了 这辈子大学毕业 绝对不要再碰程式这种东西 我听到就很悲哀 大家现在都讲说 软体业多夯多夯 电机资讯多夯 爸爸妈妈机关算尽 补习 想不尽办法把小孩塞进去 一个国立大学 训练电机训练资讯 可是这个小孩 只确定一件事情 进去又再确定 大学四年毕业后 林北绝对不要再碰程式这种东西 然后他这四年的人生在干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台湾的家长机关算尽 哇 补习成绩要怎么顾 怎么样 想要进到国立大学以后 你就觉得说 念个什么很夯的戏 就觉得说你可以 你可以放心了 你可以去游山玩水 结果你现在小孩 确定四五年之后 绝对不要再碰这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他做什么 不知道 然后他很彷徨 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这才是最可怕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到二十几岁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那才是最可怕 除非你家小孩就是那种 完全可以没有灵魂的变工具的 你家要做什么 家要往东就往东 家要往西就往西 不然的话 只要他还保有一丝自己 但是他又没有被发展出 找不到自己的 所以他的反抗会在人生的任何时期里面展现出来 我跟你讲 会反抗倒还是好的 最怕是完全不反抗 你就是会反抗的 我跟你讲说 你会看到这很多年轻人 他到时候也不反抗 但是他就是瘫在那边 尼特楚 他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到他也不反抗 那你家做什么 他就走工作就走 但是他根本完全没有动力 所以人家不会收他 我非常体悟深刻 因为我先生家里那边有两位 台大一个是硕士 一个是博士的 后来都没有工作 教育理念吧 这14年来 你觉得你自己的变跟不变 跟你之后会继续 秉持着怎么样的理念走下去 你知道我那种访谈 我最讨厌的结尾 就是说 请你用一句话来做个收回 所以你算不是这样讲 但你的意思是差不多 我们今天就这样结束了吧 因为今天 不是 我们今天是翻转 我相信你的翻转教育 一定非常成功 因为你翻转仿刚 我们没有一提照正常的问 然后也没有一提照计划的问 我也不知道这一 我希望我们 就是我真的希望说 透过不是只有我 我觉得我们其实台湾 还有很多人对教育很有热情的人 那只是说 怎么要把这些各个不同领域 比如有教学的 有家长 或者有体制内教育 体制外教育 国高中 中小学 还有大学 这些 其实都有很多对教育很有热情的人 那怎样把这些人的力量 能够串联起来 然后我们更加速的 改变台湾整个社会对教育的看法 让台湾的小孩真的 可以在亚洲 我认为是很有机会 因为在亚洲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还算是相对 特别像小学是比较松绑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怎么在国高中 乃至于到大学 我们可以 把这个各界大家的力量串联起来 然后去加速台湾的教育的改变 我觉得这是 接下来十年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目标 那我们今天谢谢叶教授 因为他都不太听人家讲话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结论 结论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这个需要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叶教授 谢谢 谢谢 谢谢